這個所謂的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 他某種程度 他也回應了所謂大陸這邊的 所謂的新時代的觀念 為什麼呢 因為美國他沒有能力再去認為說 他今天跟中國大陸的所謂的談判 是可以是我是極權的老大哥 他沒有能力再去這麼做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在國家安全戰略裡面 他談到什麼呢 他說中國是我們 最具後果性的競爭對手 所以競爭對手四個字 跟最大的貿易夥伴 這兩件事情是同時的 存在美中關係裡面的 也就是說呢 當美國的國力 其實這一段時間 包括在烏二戰爭的過程當中 還有很多的通貨膨脹等等的問題 他們是在往下走的 而中國大陸的國力是在往上走的 那走到這個黃金交叉點之後 這當然就是 中國大陸他會認為 他今天跟美國的關係已經不一樣 甚至認為川普過去 在貿易戰的過程當中 對中國大陸實在是太壞了 你為了你們美國的本國的利益 比方說你的一些貿易出口 你強加很多不合理的條件 要求中國大陸接受 那現在的中國大陸 國力已經起來了 你憑什麼要我接受 所以這個就是所謂 我認為在美中關係裡面 競爭當中會更加的激烈 而美國他的特性是這樣的 他一旦要跟某一個國家競爭的時候 他不會只在單邊的戰場上 跟你競爭喔 比如說商業歸商業貿易歸貿易 不是的 他們擅長的是 在其他相對應相關的地區裡面 製造亂想 製造動亂 或者是說跟某一個國家交好之後 造成另一個國家相對應的一些壓力 我們在很多的過去的案例 北韓南韓北越南越都看過 甚至烏克蘭跟俄羅斯 某種程度也是為了要去削弱 所謂的俄羅斯的發展 讓他能夠專心單線的對付中國大陸 所以他才不斷的支柱 甚至鼓動烏克蘭 可以繼續他們兩邊的 這樣子的一個戰爭行為嘛 所以其實實際上面 台灣是必須要非常謹慎小心 而且擔心的 你看到現在台灣的兵役要延長了 為什麼要延長 很簡單的道理 美國人希望的 我印象中很深的是 我有帶這些一些年輕人 去過AIT參訪 AIT對於這些年輕人 他們的互動過程當中 他非常在意一件事情 就是你們願不願意當兵 因為美國人在台灣 跟大陸如果開戰的時候 你說美國人會來 但是你沒有辦法想像 美國人會願意為了台灣人 而在前線犧牲 所以他當然就是要求蔡英文說 你必須要讓你的民眾 願意當兵 你必須要讓你的年輕人 有朝一日可能要上戰場 所以我們就要回過頭來問了 兩岸之間即便是所謂現在 二十大裡面提到的 新時代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 裡面都還是有很多的和平的色彩在裡面 當大陸對台灣伸出友善的手的時候 台灣這邊應該要接招的是 那請問你要握住這雙友善的手 還是你要把人家的手打掉 然後呢讓兩岸之間的兵凶戰危 變成中美競爭的其中一顆棋子 這是我認為蔡英文現在要回答的 而且抗中保台在台灣 尤其在選舉的過程我們今年看到的是 越來越沒有效果 因為當你真的要去當兵了 他就開始想那我真的要打仗嗎 我們現在這麼和平的生活 真的要被破壞嗎 所以很多時候 抗中保台當他只是口號的時候 非常管用 但當你實際離戰場越來越近的時候 就在選舉當中的作用力 喪失了很大一半 在這裡面你看到 中國代表了美國後果 最為重大的地緣政治挑戰 我想請這個采薇來談一下 這個中美的思維真的不太一樣 之前紀大使在我們節目就講 他常跟這個美國人打交道 他說真的這個傳統的思維就不一樣 那對美國人就是要強硬 你對他強硬 否則就是跳Tango啦 你退一步他就往前進一步 那你進一步他可能又會退一步 有點這種掉掉 所以不能太軟 美國發佈了這個國家安全戰略 怎麼看待中國大陸這個角色呢 大家知道如果看我們辣碗報的話 你就知道美國的思維 基本上不惜啊 在必要的時候 連我們的台積電都毀掉 是不是這個概念 當然是美國優先啦 你能怪他嗎 好像也不能這樣講 每個國家都希望把自己放在優先 但是我們好像猜英文沒有對不對 那這個戰略裡面呢 毫不避諱的 中國是我們最具有後果性的競爭對手 有沒有 直接是一個競爭的概念 那我覺得大陸的思維 就比較不是一個競爭的概念 它是比較守勢啦 對不對 我把我自己顧得很好 我的人民過很好的日子 但我沒有要挑戰你 我沒有要挑戰別人 但是美國說你是我的競爭對手 這兩個完全不一樣的概念 柴薇你怎麼看 其實美國態度 其實從以前一直都是這樣 其實不只是對中國大陸 其實對各個國家 其實全球都是這樣子 那中國大陸他也提到了 我們不表示 但是我們也不怕事 我們不欺負別人 但是也不允許別人欺負我們 其實這樣的態度 是中國大陸一直以來的外交態度 那這樣的態度被大家稱為是什麼呢 就是戰狼式的外交 所以戰狼式的外交 就是大家會認為 中國大陸他們態度非常非常的強硬 我們對任何國家 我們就是要戰就是要衝 但是其實對照美國來說的話 其實中國大陸他還是強調一個 你只要不碰我的話 我不會主動去碰你 你只要不欺負我的話 我不會主動去欺負你 那麼現在中國大陸跟美國的關係 我們可以怎麼來看 其實等一下也會談到G20 其實現在是拜登比較想要 要綽合這個雙方的會面 其實為什麼呢 其實現在在跟中國大陸關係 美國其實被大家解讀是戰下風的 因為現在拜登他的內外關係 非常非常的多見 內外夾擊 他面對國內還有內政的問題 他面對他們的國外的外交的話 又有其他的狀況 所以他非常希望可以促成這個拜習會 因為他只要拜習會 只要一成功的話 他之後的其中選舉呢 也有可能會造勢造起來 而且呢現在面對美國對於中國大陸 史無前例的晶片禁令 他就可以說 你看我這拜習會成功了 那麼是不是就是因為我的對中施壓有成功 那有一點調調是怎麼講 你知道我一方面就你施壓施壓施壓 但是你還是得來跟我見面嘛 是有點這種調調 就是我美國我很強大啊 你知道我講美國老大開口要的事情 我怎麼能做不到啊 我不會做不到啊 有點這種調調 所以一方面打仗歸打仗 二方面談歸談 但當然啦 因為中國大陸這兩年 過去談的 最後結果就不是很愉快嘛 比方說雙方的新聞稿就不一樣 痛掉就不一樣 雙方出來講的就不一樣 那這個呢當然對於這個美國啊 甚至對於台灣來講 好像是常態啊 有時候一個會議室出來的 兩邊講的不一樣 但是對於中國大陸來講就不是啊 希望一切這個按部就班是可預期的 所以我覺得彩薇你可能在這邊再補充一下啊 那在這個習近平特別把這個放在 放在他的這個報告裡面啊 那這個是16號 前一天15號 美國才這樣講啊 兩個這個報告對比起來 你覺得中美未來的劇本會怎麼寫 也看得出一個輪廓嗎 其實我覺得未來中美關係喔 還是第一螺旋它會不斷的加深啦 因為現在顯然就是 中國大陸跟美國是完全沒有共識的 現在中國大陸它顯然 它是有想要跟美國進行溝通 但是現在美國並沒有把 跟中國大陸溝通的這件事情 放在第一步驟 第一的關鍵 他們第一要去優先處理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剛剛其實 受方解除的時候提到 就是未來劇本會怎麼樣 我覺得還是第一螺旋 我覺得它一定會加深 那只要第一螺旋加深的話 台灣的台海局勢 一定也會非常的不穩定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 第一螺旋加深的狀況之下 還是要禁告呼籲蔡政府 在操弄選舉之餘 還是要仔細的來關注 我們國際情勢 因為我們台灣有選舉 美國也有選舉啊 所以大家同樣的思維 大家就知道了 對這個蔡政府來講 選舉如果突然兩岸緊高的 緊張升高的話 你知道大家的那個什麼 什麼保台意識啊 對大陸第一螺旋升高 他們選票就可能會有比較的幫助 那現在看起來是說 這個所謂的拜習會 大家仔細去看 每一次放出拜習會消息的 都是美國 其實不是中國大陸 沒錯 這就代表說 其實對於習近平而言 對於中國大陸而言 我不急 我不是不能見你 我們兩邊不是不能談判 但是我並不著急 那這個展現出來的就是 那為什麼美國要比較急呢 為什麼美國要比較急 美國碰到什麼問題呢 在選票上面 在經濟上面 甚至在他的國家體制上面 其實都會讓拜登 他必須得急嘛 坦白說 在民主制度上面 對拜登來講 他是有任期壓力的啊 他是有任期壓力 有選舉的壓力的啊 你的通貨膨脹沒有高好 你的美國經濟沒有高好 那到時候不好意思 川普現在仍然是拜登 可能潛在 而且強而有力的對手 那拜登這個任期來 出了這麼多的事情 會不會就被換掉了 所以這個時候 有一場拜習會 如果能夠甚至達到 就是說讓拜登 在美國的聲勢大長 對於他們整體選舉而言 一定是力大於必嘛 但問題是 這個不關習近平的事啊 對他而言 這是一件可有可無的事情嘛 所以拜登才會常常 你看到美國拿著台灣也好 拿著南韓也好 拿著日本也好 都有很多這樣子的關係跟方式 某種程度的 讓中國大陸 他感覺到是被挑釁的 可是你越這麼做 兩邊的談判 會越容易嗎 這是大家一直在問的問題 也是為什麼 我們一直聽到拜習會 但是只是聽到 但都沒有看到 正式拜習會的原因 那最後我還是要回到 台灣來講這件事喔 你看到了 美國籌組晶片聯盟卡關這件事情 其中一個就是台灣嘛 台灣日本跟南韓 可是我們同時看看其他國家 日本就不說了喔 日本就是美國的小老弟 沒有別的 但南韓不一樣啊 南韓碰到的是 他一樣有南北韓的關係 他一樣有對他旁邊的人的軍事壓力嘛 對吧 可是你看南韓喔 尹錫悦 他在處理他們國家態度的時候 是怎麼樣的 他在競選期間 他是一個鷹派 他要部署薩德飛彈 可是在他當選以後 他以南韓的國家利益 為他的初衷的時候 他一方面跟美國 坦白說啦 也是對拜登幾乎是鞠躬哈搖 那時候還被我們大家笑嘛 拜登還認不出他是誰嘛 可是同時 當裴洛西來到南韓的時候 他知道這件事情是敏感的 所以他只跟人家通了電話 即便是在野黨罵他 他也在所不惜 為什麼 因為你必須要在美國跟中國大陸之間 你都保留 你都保留餘地 這對南韓才是最加分 這對南韓的國家利益來說 才是最好 甚至對晶片聯盟才說 才是最好的 他們講大白話 晶片商他們不想放棄中國大陸市場啊 不只是不想放棄中國大陸市場 他甚至可能會 驚吞蚕食掉台灣台積電嘛 我們就聽到了張忠謀在講說 如果兩岸開戰 台積電可能會被毀掉 一切都被摧毀了 他沒有告訴我們摧毀的主持是誰 可是我們就想 如果今天中共佔領台灣了 那當然這個台積電求之不得 對於整體中國的發展是有助益的 幹嘛毀滅他 所以大家就懷疑說 張忠謀講的主持其實是 美國 有這個可能性存在 那他就開始想啦 你去組這個晶片聯盟 可是你組好之後 最得利的都是你美國英特爾 那這樣子對其他三個國家而言 我們情何以堪 這就是為什麼南韓的尹錫悦 他在面對美國的時候 即使他以前說 我就是抗中 爆韓 然後親美 可是他當了總統之後 他也不會完全的彈押一邊 我們看看蔡英文他在做什麼 大家當然都希望晶片自主化 今天我們台灣能夠晶片自主化 我們也很滿意 然後認為就是這是我們的護國神山嘛 那為什麼自由要寫這篇新聞呢 我個人的感覺 這是我個人的感覺 就是說他可以讓一些 比如說台灣的一些名嘴啊 或者是一些政論節目啊 有題材可以講 大家知道嗎 最近因為台灣準備選舉了嘛 然後呢民進黨的選情 比他們預想的狀況還差 所以我已經聽到很多這種清綠的名嘴 他們告訴我說呢 現在去一些綠營的政論節目的台 都沒主題 沒話題 沒議題 不知道要討論什麼 大家都很尷尬 所以最後呢只能討論俄物戰爭 然後要伸出一些題目 所以這種就是很典型的 他伸出一些題目之後呢 就讓他們有一個議題可以講 最重要的就是罵習近平做的不好嘛 其實這整段話講了老半天 好像就只是為了要罵習近平而已 但是要罵也要有個常識啊 跟新聞寫錯規範不是嗎 他的意思就是說 習近平如果能夠跟拜登低頭的話 就不會害到我們廠商了啦 可是問題是這對中國的利益來說 怎麼可能會是比較好的呢 整個中國大陸 你今天把晶片自主能夠做起來的話 即便假設 我先退一萬步 假設會有陣痛期 那他對整個中國大陸 從產業到人民到國家 整體的利益跟外交而言 都會是正面的啊 所以你如果你講說他做不起來 然後你舉出實際的證據 你還說你寫一篇文章 可是問題是你這個裡面 完全沒有實際的證據 就是幾句標題跟幾句文字 所以我覺得這個內容比較像是 他們希望在政論節目裡面 有一些話題可以討論 可是暫時不知道討論什麼 選舉也選的不是很好看 所以才透過一篇報導 希望可以罵罵習近平 聚集民進黨的選民的支持度 然後抗中保台來錘票 但這個罵就是罵的沒有邏輯 這就好像是台灣的 台灣晶片投資人 罵我們台灣晶片自主化 台灣晶片自主化很好啊 我們台灣人很高興啊 對不對 所以大陸人會去罵 習近平的晶片自主化嗎 我講一下 如果我們把這個習近平啊 改成蔡英文 然後把中國改成台灣的話 這就是中共同路人了啦 對不對 你會有那樣子的想法 你什麼投資人跟什麼企業家 民進黨一定罵死你嘛 所以你將心比心到中國大陸去看 這篇文章真的能夠通篇成立嗎 真的是毫無邏輯 我看了以後真是被打敗了 登成這樣 我還想說哎呦 裡面信息量很大 就一看什麼跟什麼 連個talker 連個這個受訪者的名字都沒有 照今天的報告的內容來看 現在中共對於整個 國際局勢的評估 是看到非常大的挑戰 那這種非常大的挑戰 跟非常大的混亂 那個環球時報 以前的那個總編輯 胡錫進有一個說法 就是說在不確定的時代 中國共產黨是 人民心中最大的確定 我覺得這個也就傳達了 習近平他想要投射出來的一個形象 就是說他有一個很穩定的方向 那他希望就是說 在這樣子一個亂局當中 中國共產黨能夠成為 中國大陸的一個穩定的力量 那投射在對外行為裡頭 我覺得可以看到第一個 在北韓這個問題 其實他要投射出來的一個形象是什麼呢 就是說大陸會重視這些長期跟他 有密切往來的夥伴 那特別是在他周邊 周邊外交一直是習近平上台以來 他的一個外交特色 那麼他在二十大的前夕 特別致函了這個金正恩 因為金正恩是致函給他是表示恭賀嘛 所以他致函給他 他回函給他 就是其實就要告訴 再度的重申 他對周邊外交的重要 第二個拜習會 中美外交還是重中之重 那拜習會我認為現在講會不會成還太早 但是我的判斷如果我是打賭的話 我會賭還是會成了 但是這個過程會很曲折 為什麼 第一個因為拜登跟習近平 無論如何都會碰面 在集團體上大家都會碰面 只是你會不會有一個正式的雙邊會議 還是你只是在這個會場當中 大家有一些交換 那我認為其實大陸的外交官 在這個過程裡頭 其實他希望美國採取一些友善的態度 那他也會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認為大陸也會在這個過程當中 採取一些行動來向美國表達 他對於美國一些作為的不滿 我認為在二十大之後 這些行動就會開始出來 那希望美國有一些修正 要美國有做一些修正雙方領袖 才有見面的意義 而既然拜登這麼希望跟習近平見面 我認為其實從拜登過去這段的表現 來看起來他也有意要降低雙方的緊張 其實你可以看到他是這個 在軍事上來講他的姿態放下來了 在經濟上來講他的這個姿態升高了 他其實兩者的做法是有點不一樣的 那這個有人去觀察到 就是我們這個前國防部副部長林中斌老師 他要去觀察到 美國最近在這個中國大陸周邊的一些軍事行動 他發現到9月 美國軍機在這個南海的行動 大幅減少相較於8月 那這種大幅的減少 其實就投射出來一個形象 包括拜登在聯合國大會講到了一個中國 過去美國的領袖從來沒有在聯合國大會講一個中國 都是在美國跟中國大陸的領袖見面的時候 去講一個中國 他在一個多邊的場合去講一個中國 這個是非常少有 所以我認為這些其實加起來就可以展現出來什麼呢 就是說雙方還是有見面的機會 而且我認為這個見面的機會還是高 但是大陸的外交 萬一會在這個過程裡頭去要求美國採取一些改善 雙方關係的行動 我認為這是我的一個猜測 嗯